戚國東 我當年大學 然後是大學要畢業的那一年 應該就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 然後當時是有一個在陽明山的一個媽媽 她本來就在做類似中途指甲 就她自己收養了很多流浪狗 然後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領養的話 他就會把那些狼狼照顧好之後 然後讓他們領養 結果那個媽媽撿到了一隻柴犬 然後 我就有同學貼了這個資訊給我 就是有一個媽媽在 有一個媽媽在養名單撿到了一隻柴犬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好很想要領養一隻狗 然後我就跟那個媽媽說 欸我可以領養 結果那個媽媽就說 他覺得他應該是人家的家裡的狗走私了 因為他看起來也蠻健康的 然後他就說他想要再多等一陣子 看看有沒有主人來認領他 然後我就說好那就等 然後 後來那個媽媽接連兩三次接到電話 是謊稱是屍主 但其實是繁殖場的人 因為他是母狗 對他是女生 然後 繁殖場的人就假裝自己是主人 然後來找他 然後那個媽媽也是誤打誤狀才發現 所以他就很緊張 他就覺得 下一次再發生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分辨出來 所以他就主動聯絡我 他就說那你趕快把他帶走好 因為他真的他很緊張 不知道就是一個直覺 就是一個直覺 他還有另外一個 對 請 就是清楚的跟我們介紹一下 叫做 唯利家 不是突然福斯基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隻狗狗 叫 莎士比亞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在他家的時候 都 我們都叫他莎士比亞 然後有一次 他就叫他的 莎士比亞的全名 這樣子 什麼威廉 24 什麼莎士比亞 這樣叫了一長傳 然後我們覺得很好笑 我們大家就開始幫各自的寵物取一個 本名這樣 然後很長 對 然後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確實叫 他的那個莎士比亞 真的是叫莎士比亞的本名 所以他去醫院 受醫院 填的紀錄的時候 都是填本名這樣這麼長 然後就說 那他的 那個醫生如果他說 那他有沒有綽號 然後說小花 反正就很荒謬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們幾個朋友 就幫寵物都取了一個很長的 其實是綽號啦 這燒餅是本名啦 可是他看醫生是 我還是填燒餅啦 懶得嫌那麼多次 他的才藝喔 他的才藝喔 沒有 他其實沒有任何才藝 他會很基本的 薩餅 薩餅 坐下來 拜託 坐下來 手啦 握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啦 喂 分心啦 這個啦 這個 這個 快點 薩餅 薩餅 握手 沒有 他沒有任何才藝 他沒有任何才藝 我覺得他會啦 但他也就沒什麼反應 他就是 頂多就是頭髮這樣 移動過去了 他會抬頭看一下是什麼東西這樣 但還是知道什麼 應該是吧 不知道的話也太糟糕了吧 只是因為戴個假髮 就 就認不出來 好 好的 第1 好的 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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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兩隻 打一隻是小饼 應該是 右邊這隻 耶 第1 哎呀 這個太簡單了 第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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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左邊的 對嗎 對 第3題 第3題 右邊的 右邊的 果然是屍體 第4題 第4題 左邊 第9題 第9題 第5題 右邊 是不是因為都是你拍的照片 好像是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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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是左邊啦 是左邊我 記得的 好不好 左邊 左邊 對嗎 對啦 全對呢 哪裡 右邊 左邊 左邊 是嗎 超級看不到 左邊 全對耶 盡量就是跟他長很像 馬會啊 其實最要注意的就是現在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就是他現在正在換毛 然後他基本上是 換一次毛是換半年 然後他一年平均換兩次毛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整年都在 一整年都是這個釣法量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很多人 很喜歡柴犬的人沒有 不會想到的事情 應該說 不是沒有 不會想到是 想不到是這樣啊 想不到台犬 原來這麼會釣毛 對 所以其實蠻麻煩 所以對毛髮啊 比較容易過敏的 或是 或是 家裡有一些不太適合 這種毛髮因素的話 那可能就要 想個辦法 要處理一下 可能就是要經常 幫他梳毛 對毛髮的 不太適合 感谢观看